有网友问特种兵厉害,还是职业格斗选手厉害,特种兵可以秒杀职业格斗选手吗? 其实,答案,还是比较简单的,绝大多数特种兵都无法在擂台上,打败同级别的职业格斗选手,全世界有17000到2万名职业选手,如果打四回合初级赛打一场,就是200到500美元,如果打其他比赛,普遍的价格是3000到25000美元出场费,明星选手在百万美元到过亿美元,UFC的400名职业选手,出场费。 除了嘴炮以外,都是1到300万美元,职业拳击的女选手,很少有人能赚到单场1万美元,在我国参加比赛的格斗选手,大约有400多人,多的一场10万人民币,少的一场3000块钱,我们举的例子都是普通选手。 T拳目前在世界上相对来说市场最狭窄,主要市场就是日本,现在中国也比较关注,在这里拨球的出场费是30万人民币,其他大部分选手都很难超过2万美元出场费。 在各种职业格斗和拳击比赛当中的明星选手年收入都是几百万到上亿美元,我们介绍了这些职业格斗和拳击选手的收入,就是想说,如果一个特种兵可以轻易打败一个同级别格斗选手,那么,他其实可以在格斗场上,赚取比当海外雇佣兵更多的钱。 而且,还没有那么危险,如果有碾压的实力,随便一年就可以赚几百万美元,又何必跑去伊拉克,阿富汗赚10万美元,特别是俄罗斯雇佣兵里面的那些俄罗斯特种兵,一年到头在叙利亚打仗,才赚6到7万美元。 其实,特种兵需要训练的项目有数十项,而职业格斗选手就只有格斗,从专业性上来说,职业搏击选手是远远超过特种兵的,对于近身搏斗来说,特种部队只是掌握,这并不是一个主要科目。